超商雙雄的營收表現都相當的亮眼 又有哪些超商概念股值得我們留意 請教寬哥 台灣的超商總共有四大系統 分別為Seven 全家 OK跟萊爾富 多數是由日商系統引進來的 目前在整個台股當中 有兩家是已經直接上市了 第一家是統一超 另外一家是全家 這兩家他們的成交量都不太大 成交量不太大的原因有幾個 第一個是股價比較高 但是特定人都幾乎把股票掃走了 很多特定人 我想說特定人是誰 特定人就是在中石戶 特別是在很多的受險基金 銀行基金特別愛買了這兩家股票 為什麼特別愛買 因為他們的營收是非常非常穩定的 那麼對於超商股的一個部分的話 我個人的一個認定是 如果導播方便 我們可以來照一下這個地方 目前以超商股來說的話 請各位去注意 超商股不太適合短進短出 所以它適合所謂的一個低進高出 其實各位仔細去觀察 會做技術分析的人 一定比我厲害的人非常非常多 他們來看K線圖一定看得懂 但是對超商股來說的話 比較容易的就是其實坐長期 因為反正你天天都會去 特別是很多那種外國人 來到台灣之後他們都嚇一跳 天啊你們那個超商 幾乎涵蓋了銀行的功能 超市的功能 很多的功能 連郵局的功能上面都有 所以我們台灣的超商真的是全世界 大概是最厲害的 那我們再來往下做延伸 這當中就有吉他的一個走向 我們例來看 你去超商你會買什麼 夏天你可能會去裡面買一杯咖啡 你可能會去買一杯水 你可能會去買一些飲料 包括了統一 味泉 泰山 艾滋味 黑松 天仁 這個有些是做茶的 有些是做汽水飲料的等等的 他們都有 飲料股這當中其實很多他們的營收的部分的話 也由超商來做帶動 第二個部分的話包括了零食這一塊 零食這一塊的話昨天已經有說過了 很多人都會喜歡幫小朋友買些零食 對不對 我要跟各位特別談一下茶葉蛋 茶葉蛋可能很多人看它小小的 不怎麼值錢 還好 一顆就十塊錢 先跟各位報告 台灣一年的茶葉蛋在各大超商當中 它的營收可是超過兩億元 各位各位有講過 一顆小小的茶葉蛋在所有的超商當中 營收超過兩億元 泡麵得更不管的話 因為現在大家講究健康 比較不是那麼常吃 目前來看很多超商 下一段我們除了看這個超商之外 也要看珍珠奶茶到底多夯